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 贵州省时间线的哥老族要给我们净确节 人们五毛龙唱茶灯 烤味独特的黄水粑 植物叶子做成的神仙豆腐 一种动物和植物融合的珍贵药材 哥老族的六合三角宴又有什么讲究 本期乡土走近时间 感受当地的哥老族文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乡土 本栏目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 在您收看节目的同时 记得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摇TV 您就会获得惊喜福利 贵州省石千县的摇上村 是一个哥老族居居的村子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 是当地传统的净确节 每到这一天 村子里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人们不仅要沾雀口 跳茶灯 还要寻找一种珍贵的药材 做六合三角宴 摇上村坐落在石千县平山乡的佛顶山下 它地处石千 镇远 施饼 三县接壤的三角地带 素有一地跨三县之说 摇上村依山而建 现居住着五十户哥老族人家 相传六百多年前 有邓姓三兄弟擅长陶瓷手艺 在耕作之余 用祖传的手艺 将这里的黏土捏成陶罐 并建成窑子烧至销售 因为窑与窑谐音 久而久之 便被人们称为窑上 这些罐 比如说 这个油罐 这个是姊妹罐 这个叉罐就是微叉的 你看 这个是有油罐 原来我们做这些 因为农村 现在有这些钢材 原来都是用这些土制的 来烧 比如说 各老族原来旅人穿的 就是这个队盐衣 这个是横边开刹的 牛子也是定在横边的 比如说这些牛子是布牛子 两个门男人穿的 就是这么一些 衣室同样是布牛子 你看男人女人的裤子 就是一个灯笼裤 灯笼裤 你看背扣腰 就是我们够了住的特色 从2003年开始 姚尚孙做起了旅游开发 便在老寨子的外面 修建了一条商业街 店面大多以饭店和客栈为主 杨秀成和杜文分夫妻 是最早将家庭改成客栈的一家 夫妻俩原本在家里 以种地为主 后来看到姚尚村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 于是便开启了这家客栈 经营的内容 以当地的特色彩为主 从以前的众地谋生 到后来开店经营当老板 十几年来 杨秀成的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没有开发以前 经济收入是很低位的 只靠我们经营的一亩三分地 来自能收购吃 现在经济上基本上能够过得去 每家一辆车房子都有的 杨秀成是姚尚村旅游协会的会长 这个职位是由村民们投票选举出来的 每当有旅行团来的时候 他都要安排导游去为客人讲解 邓世勤今年25岁 是土生土长的姚尚村人 以前村子交通不方便 加上生活条件不好 像杨秀成这样年纪的人 大多数只上过初中 而到了邓世勤这一代人 从小就有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现在村里已经有了十几个大学生 就是觉得家乡的变化特别大 所以我就想在家乡 然后发展 然后呢 就是做一点自己 人所利己的事情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也要上 歌老族民族文化村 我是当地的导游 我叫邓世勤 那大家也可以叫我小邓 大学毕业后 邓世勤曾经在北京上过几年班 虽然收入还可以 但总没有一种归属感 对于他来说 经历了城市里面的繁华与喧嚣 姚尚村的青山绿水 才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居住 但是呢 都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说呢 我们身在这个福山之中呢 还是比较幸福的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我们家上是最好的 十几年来 姚尚村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有些生活习惯 却依然保留了下来 杨秀成的父母 至今还住在村子的老房子里 他曾经多次希望 父母能够搬过去一起住 但都被两位老人拒绝了 他们不愿意 回你们帮着这个建房子去住 哦 是这样的 他们自己在一起住 因为我们帮免住呢 他们要就是要自由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工作的时间 有时候和他们吃饭的时间不对 他们随时想吃 他们就吃 没有什么 我们就帮他们供过来 最近几天气温低 山里面的空气又潮湿 杨秀成的父母 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 他嘱咐父母 要注意穿衣保暖 老两口是闲不住的人 吃完饭后 两个人便会带上扫把 拉着小车 到村子里清扫垃圾 用他们的话来讲 一个是锻炼身体 还有一个是地上干净了 走起路来 心情都舒畅很多 那你说下雨的话 下雪的话 也打扫吗 哎呦 大十三 太雪还了吗 也打扫 老两口每天早上八点 开始打扫卫生 到十一点左右结束 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 一扫就是十几年 不管是刮风下雨 从不间断 太阳马出来马走大 要不要 叫美国来 再说真一路 请 有觉症 今晚告诉你 叫你晚上再不管了 明天就是姚上村 哥老族的庆雀节 庆雀节是一个 和鸟类有关的节日 庆雀节这天 家里会来不少的客人 杨秀成的爱人杜文芬 要准备当地的特色小吃 来招待 黄水粑是当地哥老族 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食品 糯米磨成粉后 加豆浆 红糖 搅拌均匀 其实什么作用 其实黄好甜 好甜 豆浆还是很甜的 这点就甜了 它真的还有黄豆浆 蒸了以后 然后它就变黄色的 就变黄色的 豆浆你做少了一点 那就不行了 揉粘是决定黄水粑口感的关键 哦 油的好了吧 它油的好 就是它的嚼劲就嚼劲好 它有香 味道就长 就说肉的好不够 吃在嘴里就能吃 对对 感觉的感觉的 好多给人 就在这里吃了 就在这里感觉了 在以前 黄水粑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做 随着瑶尚村的旅游开发 现在黄水粑已经是家家户户 每天都做的特色食品 虽然现在有了机械化的设备 可以让人轻松许多 杜文芬还是更愿意用手工来制作 在他看来 这种传统方式做出来的黄水粑 才是最地道的味道 要三个吧 有三个吧 大家看看 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真的很香 有这个棕叶的香味 还有这个 这个真的有完善 给你香善 哎呦 这变黄色的了 在当地 还有一种被称为神仙豆腐的食品 虽然被称为豆腐 但制作的时候却不用豆类 而是用植物的叶子 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为神仙草 因此做出的豆腐 被称为神仙豆腐 你这个就说需要把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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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累出来 叶子不能要 叶子 这个早就不能要了 嗯 这是 草木灰是这种豆腐制作的关键材料 这个草木灰 这个草木灰是这种 草木灰才会凝结 哦 凝固 好 就一边搅拌 可以的 可以 就加了草木灰以后 等一下它就会凝固 凝固了 凝固就是豆腐 凝固就是豆腐 嗯 哦 一个小时的沉淀 树叶的枝叶凝结成块 特别喜欢吃这个 特别喜欢 它要来就是闻这个 其他的不闻 首先就闻这个 首先就闻这个 第一个可能觉得这个做法比较奇怪 做法比较奇怪 嗯 根据个人的口感 大配调料 便是当地人酷爱的神仙豆腐了 当地村民喜欢喝酒 所以的酒类 大都是自家酿制的米酒 蒸熟后的糯米加上酒区 搅拌均匀 等到糯米冷却后 装在盆子里密封一个星期 便是当地的米酒了 由于各家的配方不同 因此酿出的口味也不一样 这样就变成咱们这个米酒了 就变成米酒了 这个是不是还得再 需要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 就把那个酒脏倒出来 这一般比如说一斤大米能够出多少斤酒 一斤大米一斤大米吃多少多 最多就是个 有半把斤的 半把斤 好大的一个酒味 香 这个酒吃了又香 吃了又多又香这个酒 嗯 你看那个累的时候都香得很 对对对 一个很大的酒 就香味 看一下 这个现在是乳白菜的 但这个酒喝多了应该也醉人吧 慢慢的醉 慢慢的醉 像你们的话 应该喝这个酒应该 我们喝两碗 我们会习惯了可以喝两碗 喝两碗 都没事 那你们酒量好 明天的静确节上 还要举行很多传统的歌老族习俗 歌老毛龙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趁着还有点时间 杨秀成打算召集大家再练习一下 忙好 准备好好 我们去服务干 去服务干 去服务干 好 歌老毛龙以粗长的竹灭作为龙脊 再在竹灭上面 缠上鞭炮形状的有色纸 形成一个个环形圈 从外观上看 龙的身上好像长满了毛 因此被称为毛龙 我们这个龙脊是很硬的 它这个太硬 你看看 好硬 多多片竹片 应该是 原来都有五片 那五片 那咱们这个为什么会做到硬的呢 它要这个硬的 它在屋来的时候 它在弓的那个 起这个圆圈 如果说你是软的 它就往下沉 这个如果是硬的 它就往上面 拱起来它就是圆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 休闲娱乐的方式也多了 但对姚上村的汉子们来说 这种传统的记忆 才是流淌在 他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对 精神练习 这个如果有些都是 那个没会有的 它就 如果经常不 它就手就伸出了 所以不管有多忙 大家都会抽出时间来练习 把这轮记忆 发扬并传承下去 肯定呢 我们做组织习会的原因 就是把它重新 组建 巩固起来 把原来的传统文化 把它继续发扬 就咱还是有这个计划 把这个东西再组建起来 要有这些文化了 这个都有 才能兴旺 按照习俗 静确节的前一天 家家户户 还要团聚在一起 吃六合三角宴 虫草炖鸡 是六合三角宴中的主菜 这种虫草 产自于摇上村附近的山上 每年的三四月份 正是当地人挖虫草的时候 有吗 这个有 这个有 这个一个 这个 这个 这是虫草 这是什么 虫草 虫草 它为什么叫虫草呢 东虫下草 它的冬天 它的树上 夏天它的 这个树上 这个里巴腿 你说这个上面 就是说又有虫又有草 那虫在哪 虫就是这一条 这个就是草 虫草是我国民间 惯用的一种 名贵滋补药材 既可入药 也可食用 是上层的佳肴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最多一天能够挖 二三十条 多的时候要挖几百条 几百条 现在的话应该挖不了这么多 现在挖不了这么多 一天跑得还得十大条 几条 虫草炖鸡 以慢火炖上三个小时 即可食用 能够不费平传 只可化痰 六合三角宴 哥老族特有的宴席方式 不仅仅是就餐的桌子 有六个边 而且里面约含着 哥老族的六合文化 我们这里 这个含义就是 我们哥老族的 代表我们哥老族的六个文化 父母和爱 夫妻和民 家庭和顺 邻里和母 环境和美 社会和谐 就代表这个文化 餐桌的六个边 同时也寓意着六六大顺 表达了当地人 对天时地利 人和的向往和追求 深入地演绎了 哥老族崇尚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 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 是哥老族传统的静雀节 这一节日流传至今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每当这一天 石千县的十一个 哥老族寨子 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咱们就拿那个米酒去接 是这个是我们 哥家的那个米酒 客人来的话 那是必须喝了 这碗米酒 才能进去再买 这个多不多 这酒不多 这不多 然后平时的话 一般都是上满的 因为想到有些客人 这两天有点天气 有点太冷 所以说我们就上了一半 这个就是说 有没有喝醉的 没有喝醉 不会喝醉的 喝醉 没有喝醉 没有喝醉啊 没有喝醉啊 没有喝醉 后来接潑难如酒呀 我喝人据入这门 西阳一来西阳一来西阳一 我为香气来南北 后来接潑难如酒呀 我喝人据入这门 西阳一来西阳一来西阳一 我为香气来南北 后来接潑难如酒呀 我哈林卷入宅门 喜燕迎来喜燕迎 我未想进来拉麦 我未想进来拉麦 高点 这个你们平时喝个一斤两斤 一斤两斤应该没事吧 我进了 来 来 过去 你不能碰碰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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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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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村子里的瘟疫 从那以后 为了纪念这支神鹰 哥老祖把每年农历二月初一 定为静雀节 静雀节这天 要举行神鹰和祖先的祈福活动 以求神鹰和祖先的保佑 静雀节的活动中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 村民们要在村里的一棵大树上 沾上瓷疤 这个叫沾雀口 这个山中的鸟 把他嘴巴沾嘴 也是我们静雀的一种方法 他平时 他的鸟 他把我们庄家沾坏了 所以我们在村里面的人 就用食物给他吃了 他就不会沾我们庄家 所以就把他嘴 为什么是落的 把他嘴压住 就要这一天够了 他就不会吃我们庄家了 哥老族把对神鹰的敬仰和崇拜 演绎为对雀鸟等生命的保护 以求风调雨顺 风收吉祥 进而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祈福仪式结束后 大家就可以去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 黄水吧 也可以去看很多极具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 除了杨秀成他们的毛龙以外 《茶灯》是最受大家喜爱的节目 《茶灯》是时间繁衍声息流传下来的 一种独特的戏曲表演形式 表演风格风雪幽默 《茶灯及花灯》 歌舞杂耍表演于一体 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 场面壮观而热烈 主要以表现十二采茶娘子 上山采茶而得名 几百年来 静雀节从单一的祭祀典礼 发展成为将各种民间文化活动 融为一体的节日 哥老族把对神鹰的敬仰和崇拜 演绎为对雀鸟等生灵的保护 体现了哥老族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 还保持着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 经济的快速发展 让姚上村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有一些固有的传统和习俗 依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并且继续地传承下去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信息 请您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我们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的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节目见 这是一个与花有关的节日 吃花宴 喝花酒 蒸花糕 这是一个与没有关的节日 人们纷纷穿上传统民族服装 戴鲜花 记红绳 这是一个在古代与正月十五 八月十五齐名的节日 当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发生触碰 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下期乡土带您走进四川省绵羊市三台县 看花落花开 花昭节 绵羊祭食